因為老共最近常常來跑過來 跑過來 因為中線 所以我們就要上去 上去 船也要出洞 所以現在油不夠了 要花很多油 那很費油的 那三軍的油料都不足了 國防部動用五億元第一倍軍來買油 讓他們能夠加油 加油才跑得動 那而且國軍用油連續三年都操制 奇怪 那你第一年操制我可以懂 那第二第三年就可以編多點預算就是了 你已經知道了 這樣子 他只會越來越多 不越來越少 你幹嘛油料還編不夠呢 這很奇怪 最早前的時候 我記得臺北市還是什麼 那個警察的油料也編不夠 結果他們說警察開車 那旋測車都在那個路橋下面等 為什麼不活動呢 因為他沒有油了 錢不夠 所以不動 但你這個一定要出動 而且說超支金額比率 有逐年擴大的現象 你看超支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尤其一百一十一年超支將近百分之五十 那年的這個超支特別多二十九億 一百二十年到八月底二十三 再加上三分之一 企業三四幾趴 也差不多了 也三四十八了 那另外呢這個說呢 我們有一個叫做水路運輸滲透運補器材 長這樣 說我們可以突破外島 如果我們外島被勞共包圍了以後我們用這個東西 把東西撞在裡面 送上 按上去 網路就說二零二十四年了 還看到運貨桶 好像回到石器時代 怎麼會這個還搞這種東西 那另外呢 這個以前的義務役只在靶場打靶 現在呢 說呢到中浮海灘野戰射擊 不只在靶場打靶 還跑到海灘去 野戰射擊表示有有實境的狀況 那另外呢 我們為了反共軍登陸 海軍陸戰隊完成十八個紅色沙灘的驗證 這紅色沙灘你看基本上就在海邊 那桃園 臺北這邊就有四個 基隆這邊有三個 新北宜蘭有三個 花蓮有一個 臺東有一個 然後呢 臺南跟高雄有四個 臺中有兩個 都在這些地方 不同的地方 老共可能會登陸的地方 會登陸的地方 那這個所以呢 金書家說了 我們對共軍登島作戰轉型缺乏認識 還以為光是從沙灘打散來 接種是說了 說老共現在搞的 二零三零年前後就完成 叫做聯合登島作戰 聯合 他甚至現在很多部隊都混著編著 還陸海空軍編在一起的 老美也可以在陰影 那我們還在這個用舊的方式來演習 同時呢 老共有很多氣墊船 到時候用氣墊船登陸 那你現在沙灘要擋他十八個紅色沙灘 所以我們沒有氣墊船 所以因為沒有氣墊登陸艇 所以我們就很難演習 因為人家做氣墊檢查 照理一下 你要演習他這個氣墊檢查 我怎麼因應呢 你也沒有 所以就被認為說呢 這個不夠現代 不夠適應現代的狀況 來 郭偉 事實上老共上來搞不好是用登陸艦 肚子裡面就是裝甲車 你用子彈有什麼用 而且事實上他們在海邊打靶 就剛好證實了 有一半的意義是要編到海岸手臂 他們就是攤頭決戰 準備當肉包的 這已經證實了 賴清德還否認 賴清德還說他們沒有作戰任務 所以我覺得越來越 越來越凸顯出當時人家講的都是真的 所以賴清德就是騙 總統大選你現在當選 事實上這個就是啊 就是海岸手臂旅的一個基本的訓練啊 你就在第二 前線啊 跟跟那個直接的作戰部隊 你你的主要的目的是要延遲他登陸的時間啊 你的任務就是這樣 那延遲登陸的時間不就是要就是暫時嗎 暫時的距離非常之高啦 而且接種只講了一部分啊 事實上中國大陸登陸不是只有氣墊船啊 他還有登陸艦啊 登陸艦肚子裡面就直接裝裝甲車啊 所以他是用裝甲車直接衝鋒的啦 這樣才是現代化的登陸作戰啊 美軍也是這樣打的啊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就是很遺憾啦 那另外就是那個油的部分啊 事實上更麻煩的問題不是增加預算買油 而是我們的飛行員受得了受不了 因為這就表示我們飛機啊 艦船都要出出任務嘛 他只要來了你就要出啊 比如說那個經過台海中線你一定要上啊 日本就碰到這個問題啊 日本的飛行員大概有一千多名 我們的飛行員大概只有四百名左右 結果日本後來實在是受不了 因為中華大陸就不斷在釣魚島周邊嘛 所以日本後來就決定分事件的類型 有一些他就不升空了 他受不了了 他一年有一千八百次啊 你怎麼受得了 那你去想一想台灣 如果你所有的情況你都要升空警戒 那到最後那個飛行員誰受得了 老共多少飛行員 老共至少有兩千個啦 因為他國家太大了 他要守很多方向 飛機也多啊 那日本大概有一千多 我們大概只有四百個 所以你去想飛行員怎麼受得了 所以我聽說有一些中校就提早退役了 太累了 那他寧可轉到民航啊 不然真的太累了 所以這個就是你的人訓練來不及 這個不是錢的問題 是人能不能附和啊 而且那個大陸那邊越來越刁鑽 然後有時候夜間來 夜間你緊急升空其實非常危險 這個偽翰之道 什麼都看不到啊 就是那個你完全用儀表在操作 那個事實上就是 可是這種情況我認為會越來越麻煩 越來越嚴峻 所以這個問題 立法院應該好好跟國防部討論一下 你現在的規定就是來就要升空 一律都要升空 因為畢竟中國不可能打日本 可是中國大陸有可能打台灣 所以每次都要升空 而且有時候來機座很多啊 還不只從就好幾個地方都要掉 每一個機場其實他常駐的那個 好就是在機庫堡的那個警戒室裡面 隨時五分鐘之內要綁好壓力庫 升空的飛行員就兩位啦 尤其是晚上他不可能太多 那如果他今天飛過來在嘉義跟這個台中中間的話 那可能嘉義水上基地跟台中青春艦要通知起飛 就是這樣 那現在剛剛亮哥講的 除了油料之外 油料是錢啊 那心理壓力對不對 那你想在警戒室的那個機庫堡裡面的飛機 他是需要抗炸機堡才能夠保護他 因為他如果丟下來你飛機在裡面 那我看了這兩年國防部的資料 國防部有意識要去強化那個抗炸機堡 因為現在用的飛彈穿透性都不一樣了嘛 結果要坐三十六座只有二十四座現在目前來規劃 因為根本沒有廠商來投標說要去做 沒有那個能力那怎麼辦 然後剛剛我們看到新聞畫面裡面那個紅色沙灘 我們在當兵的時間的時候 就是告訴你大陸來就是什麼 就是從淡水主委這邊來 來了以後呢 然後就登陸然後從關渡平原 然後一路要去斬首行動 就永遠都是這套劇本 現在讓你知道了 臺灣就是一個島嘛 周邊不只是只有在這個巴黎跟那個淡水這邊 他全臺灣到處臺南的安平 花蓮的七星潭 臺東的資本 宜蘭的頭城 然後高雄的西子灣 所有整個臺灣十八個沙灘 只要容易登陸了通通都有可能 他現在也驗證說那確實都有可能上來 所以才要開始進行 我們以前在我服役的時候 沒有這種紅色沙灘的驗證 現在發現說到處都有可能上 他如果萬船齊空四面八方都來呢 先第一波飛彈 第二波飛機 第三波 在第一波第二波之間 把我們的跑道都給摧毀掉的話 那機堡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說實在的 其實國防部已經應該有意識到 就是在做戰爭的準備 可是他在說法上 他不要這樣跟你講 因為美國要求我們要有 這個紅色沙灘 我的理解也是美國要求的 因為到時候那一定就是 不是具體於灘案之外的 而是他會搶灘的 所以你得在那邊跟他正面伯伯